烏克蘭首都基辅 周末又響起空襲警報 大批民眾只好再躲進地鐵站避難 一塌出車廂 從月台還有階梯走到 滿滿滿都是人 就連今天記者都得撤到安全的地方 通天吉府地區的科皮-Lifu小鎮還被炸出巨大的丹坑 幸好後再沒有震重明災 否則後果不堪射想 6時早上都睡了 好像常常都聽到爆炸 走到街上 有暴露嗎還是沒有暴露嗎 沒有暴露 但真正炮火四起的地方還是在烏東 烏克蘭加碼從巴赫姆特附近 朝二軍陣地發射冰雹 火箭彈反擊 便強調都有掌握敵人情動 俄羅斯因為久攻不下巴赫姆特才改隊位在北邊的蘇勒達爾下手希望在戰場上扳回一城 只是這波交火還是衝擊民眾的生活 非政府組織醫生現在得冒險在防空洞中幫民眾看診 現場等候的大多是上了年紀的老人但外科醫生的人數似乎還是不太夠 我會有症狀和症狀 我會有症狀和醫療 有症狀 沒有症狀 出来自夸 立刻遭到乌克兰总统顾问在推特打脸 很酸 瓦格纳佣兵集团招募的囚犯兵 整体战损率高达77% 并没有特别勇猛 有专家形容苏勒达尔地区似乎正上演一场面子战争 现在还有苏勒达尔的居民被迫撤到俄罗斯控制的盾内刺客地区 一名妇女响起家园全毁忍不住掉下眼泪 面对不断拉长的战争 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纳在接受CNN专访 她除了表达对百姓的不舍 也坦言最担心年幼孩子心理上的影响 她认为目前大人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帮助孩子 维持另一种层面的有趣生活 像是继续学习锻炼坚强内心 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重建家园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